好各位同学好 这是 补充 这是关于这个部分 有关于F分布的 题目以及 介绍的补充 补充示范录影 那现在我们来到这次的最后 这一个题目呢是来认识F分布 那么F分布呢其实 各位可以看到 从他的参数设定会看到 他似乎蛮像那个 前面 前面我们所看的卡方分布但是只是他多了一个 自由度 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同样 也可以看一下Sign Theory 关于 F分布的 一个展示 各位也那我同样也是在录影前先把 他的 累积 他的 机率密度函数以及累积机率函数 都呈现 出来 那 因为网页设定的关 关系 他最多 我的 他的这两个自由度呢最多只能设定到 20 20 不过还是已经算是蛮接近作业的 的设定了 那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个公式呢 会 他其实是有两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两个 估计值 相处 所成的 那这里 这里这两个大写 U呢 其实 各位只要把他想成他就有他就很像在前面我们 我们在 探讨常态分布 以及 以及 T分布的时候呢 所用 所会 所会想到的 所会使用的那些 集中量数 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其实是两个集中量数 然后呢 在各自 处于他们的 自由度 之后 所形成的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F分布的 决定F分布长什么样子的参数主要有 有有有有两个自由度的 原因就在 这就在 这里 好那我们再回到 作业的这边来来看那同样题目也是 跟卡方的 设定一样我 我当时疏忽了所以要 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这个F分布的 分布呢他也是 只有从他也只有正 他也只有正无限大 而且是 而且是 只是有零点的 那这个特性其实也显示出 只要是符合平方定义的变异量数 都是可以用F分 用这个F分布 来作为评估 分析结 结果的一种 几率分布 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如果 之后我们在 在学 学习 变异数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最后 的结果 都会用一个F检定 来做的 原因 那 关于这些 那么 同学 再到这 到这里呢 其实已经 我们都已经把 把所有的 在基础统计的范围会碰到的 几率分布 都有 都有介绍过 并且也让同学 去实际操作过 那希望呢 同学呢 你可以 自己在 借有这样的CT 你自己可以再去 多 变化出 一些 几率分布的参数设定 然后去尝试看看 让自己呢 对这些 几率分布 会有更 更进一步的认识之后 那在之后的 统计方法的 学习呢 会 更 会 更加的 勤 更 会更加的 了解 每个统计方 方法 使用上的 一些 一些关 一些关键处 好 那这是 补充 录影的 的 最后这个部分 好那就谢谢各位 同学